创世纪第41章 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颅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娇了 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 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 那时,九正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志我们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是按着个人的梦缘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就了 我官复原职,甚至昂,被挂起来了 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间 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炉堤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 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了那已先的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饱满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枯搞细弱 被东风吹娇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 我将这梦告诉了数世 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娇的穗子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风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 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必速速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连起来 积蓄五谷 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这事都只是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衣 把金链戴在他的景象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喝到的在前呼叫说 跪下 这样 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 不许人擅自办事 法老赐名给约瑟 叫撒发纳特巴内亚 又将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 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寻行埃及地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三十岁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 变形埃及全地 七个丰年之内 地的出产极丰极盛 约瑟据连埃及地 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 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谷不可胜数 荒年未到以前 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 叫马拿西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子子起名 叫以法莲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 七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的 各地都有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变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舱 跳梁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盛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敌量 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